哦 这位大爷说的 是我们家海棠啊 这个人我们可不能熟 因为他是我们家的头牌呀 是头牌 也得有个价吧 价 当然有 说出来 不是吓唬二位爷 我们家海棠 现在的山东情书 已经红透青岛了 明码实价 在大堂里听海棠唱一曲 两块大羊 如果二位爷想喝花酒 包个单间唱个堂会 那就是二十块大羊 如果再想跟海棠姑娘亲热亲热 那就是一百块大羊 要想包宿的话 如果没有三百块大羊 二位大爷就免开尊口吧 你五十五块买的对吧 我给你十倍 五百五十块 把人现在给我叫出来 我带走 这位爷 这位爷 你好大的脾气啊 娇人 那可不行 我们家海棠 还在楼上养嗓子呢 没醒 别说你出五百五 就是五千五五万五 我也不能让你把我的摇签树 给搬走了啊 好 那你说多少 看来这位爷 想独占花魁啊 那我就给你个到家的价 五十五万 爷出五十五万先打羊 人你带走 少一个子儿 免谈 五十五万 姚老板 稍安勿躁 来 坐 这位大姐 你也坐 五十五万 就是个惊人 也不止五十五万吧 你们家这海棠姑娘 到底多大本事啊 二爷想熟人 还不知道我们海棠的本事吗 这么跟你说吧 可这山东省 就找不出我们海棠 这么亮的嗓子来 不瞒二爷说 海棠姑娘刚刚出道 杨琴呢 还有那个琵琶 还有些生疏 段子呢 只会几圈 就这样 也红透了半边天哪 二爷如果不相信 今天晚上来瞧瞧 我这大厅里啊 是坐无虚席 无论是那些 在外经商的客商 恐脑肚子的浪子 还是专号风花雪衣的 闲人 这么说吧 来到我们怡春院 就是在猴级的大爷 他也得听往我们 海棠唱两曲 才去快活去 就这样啊 我们海棠 还是刚出道 如果让我调教个一年半载的 我们海棠 那还了得 二爷出五十五万 我还真舍不得卖呢 你压根就没想放人是吧 五十五万 我们也不是出不起 可花那么大的价钱 得物有所值吧 这样 你把海棠姑娘叫下来 唱一曲给我们听听 哼 那可不行 我们家海棠现在还没醒呢 二位爷要是真想听 今天晚上还真有一场 欢迎二位爷给海棠姑娘捧场 好 你这一个座是两块大羊是吧 十块大羊 今天晚上这是最好的座 我包了 这还有两块大羊 给我准备好上好的茶水和果品 今天晚上我们先来看看货 要真像你说的那么好 熟悉好商量 二位爷啊 我替海棠谢谢二位爷了 今天晚上七天海棠准时登场 二位爷别晚了啊 晚不了 走吧 杨老板 熟悉哥 二爷慢走 二爷慢走 怎么回来 怎么回来 这回可发大方了 五十五万了 整条街都能买下来啊 买个屁 有天上掉馅饼的好事吗 这俩小子气度不凡 来者不善 就刚才那个小白脸 这拽我一下 我这胳膊到现在还疼呢 白花子 今天晚上你多找些人 带上家伙 说不定啊今晚 上个全五行的大戏呢 没问题 打架 哥哥们再行 来 哎呀 我的海棠啊 我的海棠啊 你怎么这么早就醒了 怎么不多睡会儿啊 有事 叫妈妈 你看 你就记不住这两个字 有事说 哎呀 哎呀 我的海棠啊 喜事 有人要给你赎身了 王老板又来了 王老板 那个土鳖 你怎么还想他呀 哎呀海棠 妈妈我这辈子不识几个字 可净读人了 可是在你这小丫头片子面前 我怎么就看走了眼呢 你说你刚来的时候 宋面朝天 再说了还是个黄花大闺女 怎么就教了那些 附上大骨的知己呀 拿我开心是吧 哎呀 海棠 妈妈那我 现在真不敢拿你的开心 真的 刚才来数你的人 我呀出五十五万吓唬他们 可是 没被吓唬着 好人家呀 辨都为大 你说 这两个人啥赖礼啊 没事出去 烦着你 你烦我可不烦 我可没找你动问子 刚才来那两个人哪 一个长得白白晶晶的 一个长得虎背熊腰的 跟妈妈说说 到底是谁呀 人呢 走了 哎 不够晚上来听你唱琴儿 晚上我不唱 果然是老相识 没什么老相识的 我告诉你海棠 有没有你都得给我唱 五十五款大雅 那得多少钱呢 堆起来 再装满这房间 你如果不唱 打明儿起你就不要再唱 你不就是图了唱曲 少接客吗 如果你不唱 我非让你接 一个挨着一个的接 什么地痞流氓无赖 还有喝醉酒的烂男人 我全往你房间里送 我捆着你 也让你接客 你听明白了吗 哎呀 我的海棠啊 听话 妈妈就是在手的你 那二位爷出了那么高的架 这回我还真不拦着了 别跟自己过不去 对不对 想开点 对了 晚上呢 我让灶上啊 给你加了两个好菜 一会儿啊 你吃饱了喝足了 好好熟悉打扮一下 七点钟啊 准时登台唱戏 乖乖的啊 太重了 累了 快惹快 海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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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爷 稍安勿躁 稍安勿躁 情况是这样的 今天晚上啊 有两位爷 点了我们海棠的曲子 现在啊 贵宾还没有到 咱们呢 稍后片刻 马上就到 请各位单单 什么人这么大虎啊 谁呀 各位爷 海棠 二爷 请坐请坐啊 二爷 各位爷 既然贵宾已经到了 我们下面就有请 我们怡春宴的头牌 红透青岛的海棠姑娘 上台献群 大家欢迎 咱们 ği 이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驾 苏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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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不醒静照地 男孩三宅 都不长老 我已经 妈的好 老宝子 这是一千块的银票 人我带走了 慢着 一千块大洋就想带走我的人 一个强盗 来人 给我打 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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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安 同心 凤心 废ו koş 没事了 没事 灯笼 苏妍 灯笼哥 苏妍 苏妍 快点走 走 撤 我打断后 苏妍家 快撤 走 小姐歇会儿吧 都跑了一宿了 快到阳家部了 不能歇 苏妍妍 咱们必须得在天亮之前赶回去 没事吧 咱们不过打了几个流氓 又没死人 就那几个拿枪的 一定是码头帮的 离了青岛啊 他们不敢动 我们出来干吗来了 结婚呢 我明白了 马医 你赶紧回去告诉沈叔 就说我们回来了 还有 千万别进入村里人 是 快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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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姐 她怎么样了 还好 就是血流的太多 现在已经缝好了 血也止住了 就让她能不能醒过来 快去吧 德龙哥 你胳膊没事吧 我没事 杨掌门的子弹还在里面 得回去取 他们枪太破了 没伤到骨头 德龙哥 马上就到杨家部了 咱们一会儿 先去我那儿吧 不 我要带她回杨家 可咱们昨天才出来结婚 今天就回去 让村里人看了 不好吧 别人爱说啥说啥 回杨家 方便 沈家就不方便了吗 可她是杨家的人 好 随你 杨掌呢 还是去我们那儿吧 换药也方便 再说 你胳膊里的子弹 那我也得给你取出来啊 回杨家 杨掌门 你听我说 不听 回杨家 苏云说过 她生是杨家的人 死是杨家的鬼 如果她真醒不过来了 我不能让她死在外头 哪儿掌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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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呀 哪儿掌柜 我是李壮 沈家稍息说我师父回来了 一会儿就到 说是让我请您过去去招呼伤员 什么 伤员 杨受伤了 听沈家人说 是孙掌柜 孙掌柜 找到她了 她伤得怎么样 不知道 好像挺重 说是让准备担架呢 我扫得怎么了 问你话呢 发什么弄呢 我扫得怎么了 不知道 就说是让准备担架呢 行 你去吧 回来 别跟别人说啊 什么 你看着什么呢 不说 小姐 是不是杨天秋那个王八蛋 不关你事啊 去吧 那你们快点 说是用不了一个时辰就到了 小姐姐 快帮我把肚子缠上 春 你现在肚子都这么大了 不能缠了 出问题就麻烦了 不行 我嫂子受伤了 我怎么也得去看看一个 求求你啊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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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哥 我嫂子 太人 太人 嫂子 嫂子 你怎么了 轻点 快 是要立春的医院 走 嫂子 快 小心 快 沈芳 下来啊 不进了 小叔 你留下来帮忙 走 下 沈芳 你好好照顾他吧 杨掌门 我看一下你的伤口吧 哥 你快让他看看 用不着大惊小怪的 小叔 他能请过来吗 应该吧 杨掌门 还是先让我把你手臂上的子弹取出来吧 耽误一会儿死不了人 你先救他呀 能做的 我已经做了 现在 只有靠他自己了 宋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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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能死啊 你不能死啊 宋玥 你得醒过来 醒醒啊 宋玥 嫂子 宋玥 她醒了 宋玥 你醒了是不是 宋玥 你把眼睛睁开 你看看咱们到家了 宋玥 水 水 不能喝茶水 白水可以 但只能一点点 小梅 快 水 我去吧 宋玥你等一会儿 水马上就来 你忍忍 杨掌门 她现在不能太激动 你还是跟我去隔壁内屋 把你伤口处理一下吧 宋玥你别说话 好好休息休息 一会儿我过来看你 川儿 照顾你嫂子 好 你是不是怀孕了 你胡说什么呢 没有 嫂子 你别动 不要那么跪着 靠墙 腿伸直 会好一些 嫂子 是不是 嫂子 没有 没有 真的没有 哥 这次风筝比赛 你是出头不出头啊 杨德龙不是已经回来了吗 我还出什么头 你真是扶不起来了阿董 我这是帮你树立威信呢 你还想不想当那掌门啊 想当就能当啊 我还想当皇帝呢 我跟你说啊 你不懂 这次比赛的不一样 这次是向全世界 展示日本皇军占领区的繁荣景象 什么 咱们这真要被日本人占领了 是 小点事 我告诉你很快 出去别乱说 要是为这比赛 我看杨德龙知道了也不干 他肯定干 因为比赛的目的他不知道 等明天这日本货战 把那挑战书往大街上这么一贴 公开宣称 要打败所有违宪的风筝 你说这中国人能服气吗 中国人现在太想打败日本一回了 把这挑战书往大街上贴出来以后 中国人不应战 那就是认输 这要是应战呢 这不就应验了我刚才说的了吗 这日本人再赢这么一回 他挣得好啊 好个屁 小姐 我回来了 她怎么样了 大头娶出来了 没事 我没问她 孙掌柜啊 也醒了 醒了就好 醒了 你回去吧 是 嫂子 这伤很疼吧 还行 杨小姐 麻烦你帮我把那个拿出去烧掉 好 孙 你想吃点什么我去给你买 我什么都不想吃 舒小姐 我能看看吗 现在有点肿 别看了 等好了再看吧 我去给你买一只公鸡行吗 舒小姐可以吗 可以 怎么没见杨丈门啊 杨德仲找他去县里了 县上会要举办风筝比赛 夏天放风筝 是 听说是霍站那帮日本人在挑战 德龙啊 这次跟日本人比赛可就靠你了 咱杨家木的风筝在违线是最好的 小日本不知道天高地厚 是啊 挑战术一下了 县里 乡里 商会 连我们警察处的警察都气得嗡嗡叫 我就不信了 那帮当官的打仗打不过他 咱们放风呢还比不过他呢 肯定赢他 是 再来 出枪要快 要稳 小姐 小姐 杨德龙回来了 不过他没回家 直接去了祠堂 好 听杨掌门训话 等等 等等 等等等等 张龙啊 啥事啊 开司堂 哥哥 你来得正好 来 坐 这是我的座啊 对 你的座 坐吧 各位老少爷们 小日本给咱们违宪人下了战书 要跟咱们比赛风筝 还把挑战书贴满了大街小巷 咱们杨家部也贴了吧 贴了 小日本是他娘子瞪着眼睛说瞎话 说咱们这个风筝 是从他日本传过来 还口出狂言 要跟咱们比赛 还要打败违宪 包括杨家部所有的风筝 大伙说 咱们参战不参战 参战 好 说得好 我们不光要参战 而且还要当主力 我刚从县里头回来 县长 商会会者 中小学校的校长 我都见到 他们都希望 这一次 我们杨家部人能拿出点绝活来 打败小日本 大家有没有这个心心 有 小日本在挑战书里头说了 为期一个月 那就一个月 这次比赛 我们没有彩头 也没有奖金 包括做风筝的各种材料 都得各家各户自己一辈 但是在半个月以内 各家各户 至少要做出一个方法 大伙先自己赛业 选出头五名来 然后再改进 拿着这些方筝 咱们去和小日本决斗 行不行 是 拜托老少爷们们了 拜托老少爷们们了 给祖宗们敬香 杨家列祖列宗在上 杨家部年画第二十代掌门人 杨德龙 率领全族发誓 发誓 跪 倾其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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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尽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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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拼尽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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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败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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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各位祖宗们显灵 请各位祖宗们显灵 一叩首 二叩首 三叩首 一九十八我 opponent 一叩首 都是小龙 feet 一叩首 你女神 一叩首 慢慢好 出来 证明外人 把馋的布解开吧 不了 再让人看一下 解开吧 让孩子也送回送吧 来 去吧 川儿 今天你跟哪大少回那边住吧 别往这么跑 不行 我得陪着你 不用担心我 我好了 那也不行 嫂子 我哥不在那几年 要是没有你带着我 我现在都不知道成什么样了 看你伤成这样 我虽然不能帮上什么忙 但在你身边 我心里就好受点 跟你这样 怎样落下了一天 那大少 你可把川儿害苦 怎么是我害他 我一直在帮着他 帮什么帮 现在这样就是你帮的 我又不知道他是日本人 说来说去都怨我 我要是不赌气的话 就不会有今天这么多事 嫂子 你们俩谁都不愿 归我自己 算了 娘说从青岛回来 就会有办法 可回来又迷上赛风筝了 他是不是忘了 我去问他 你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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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哥现在正忙着呢 我想好了 大不了一死 死了我就清白了 说什么呢你 不求有这个念头 坐下 我有个办法 叫春总 小姐 沈叔 进来 这杨家布家家户户都在胡疯着 咱们是不是也凑个热闹啊 不做 沈叔 你没看出这件事情里有什么名堂吗 嗯 违线的那个日本货战 平时不那么张狂 虽然养了几个日本浪人 也带有武管性质 可是从来不出来找事儿 怎么偏偏就这一次 突然就向全县挑战了呢 他们挑战不是比风筝吗 这 没什么吧 比武那倒不奇怪 比风筝倒奇怪了 咱违线的风筝可是全国都有名 他们怎么能有把握比赢 那小姐看出什么来了 我也还没想明白 不过这件事里面 肯定有蹊跷 所以咱们先不参加 等看明白了再说 有道理 我还以为你跟杨掌柜赌气呢 我跟他赌什么气啊 你看你们从青岛回来 他就一直没上门 我担心你们俩的婚事有变故啊 他爱娶谁娶谁 这次去青岛我算看明白了 我在他杨德龙心里 不是最重要的 你这话也不能这么说 我觉得杨德龙对你是实心实意的 是 他经历多 故事多 这偶尔呢 出点小插曲 有点小情况 这都是在所难免的 那你像这些 小姐以前不都想过吗 是啊 这以前我都想过 想得还都挺好 可是结婚以后我才知道 我容不下 他心里有别的女人 小姐 那你想好怎么办了吗 我不想 让他想 李壮 我叫他带啥呀 春 我有一个办法 叫李壮带你跑 等过一段时间你们再回来 大姐姐 你胡说什么呢 我不是胡说 其实天秋还在这儿的时候 我就看出来了 你没觉出来吗 李壮一直很喜欢你 他在悄悄地暗恋你 行了 你别说了 春 那大婶 你说的是真的 当然是真的 要是这样 这事还真有个解法了 你们胡说什么呢 春啊 你想想 李壮这小伙子不错 虽然以前是要饭的 可这没啥呀 我跟他说 嫂子 你跟他说什么呀 朕因为他以前是要饭的 咱咱不能欺负人家 我现在怀了个野种 硬往人家头上栽造 我成什么呢我 我愿意 李壮 我愿意跟小姐走 走多远都行 走什么走啊 往哪儿走 起来 快起来 赖姐姐 快把她拽起来 不 你听我把话说完 自从那天看出小姐大肚子 我就替你着急 大姑娘怀孕是要开祠堂 收家法的 大伙会逼着你说出孩子的爹是谁 狼掌门的脾气 大家都知道 出了这种事 她不能留情 大伙也不会让她留情 你不说 棍棒打死 你说了 大伙知道孩子的爹是日本人 能饶得了你吗 也是个词 我想来想去 只有一个办法 私奔 我打听过了 过去杨家部私奔的也有 六姑奶奶爸和她家长工 后来抱了个孩子回来 就是长工挨了四十大棒 大家伙也就全认账了 傻小子 那四十大棒那么好挨啊 六姑爷那腿是怎么缺的 我知道 我能挺住 为什么呀 你冤不冤哪 不冤 小姐 我喜欢你 我要饭的时候就喜欢你 小姐肯定不记得了 十二岁那年我来的杨家部 大年初一的晚上 我又冷又饿 晕倒在你家的门前 小姐出来放炮仗 看着了我 把我领进火房 给我两个馒头夹肉 让我在灶坑边暖和过来 你是我的恩人哪 现在有这么个报恩的机会 我乐意 起来 你起来说话 你乐意我还不乐意呢 我知道小姐看不上我 没关系 我就给你当这回挡箭牌 咱俩出去以后 小姐还是小姐 我还是我 等事情过去了 小姐若是嫌弃我 我转身就走 永远不回杨家部 是谁跟杨家部这么大仇啊 她永远不回来 你去把院门关上 你的打算跟小姐说了吗 说了 可是小姐不答应 哥 我闯了货凭啥让你撞顶啊 这太缺德了 你也别这么想 不是我逼她的 是她自己愿意的 是吧 是 我愿意 我不愿意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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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这次挑战输了 还有什么名誉可言啊 我比的不是败行 是绞杀 说这个比赛要么就不比 要比必须比赢 如果输了的话 就按扰乱军心叛国投敌来论处 我今天来就是想告诉你 别为难 把我修了吧 都不行啊 你们这是吃着的宣传 把他放下来 他是汉奸的哥哥 抓住他